有请 男嘉宾胡先生45岁来自湖南 业务员 女嘉宾陈女士44岁 同样来自湖南 酒店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话说不清是吧 是的 今天咱慢慢说 这个小片里面 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说你搞了一个小书房 干嘛睡在书房呢 这种状态有多久呢 这个状态大概有三四年了吧 干嘛呢 因为是这样的 我跟他吧 就是谈不来 文化上面的差异比较大 什么叫文化上的差异我不懂 他是大 我是大学生 他是那个初中 所以说有时候 我跟他在沟通的时候啊 差异性比较大 打个比方吧 我有时候想就经常性地 在家里面要他看看书啊 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啊 他拿书一扔 他看电视剧去了 再说呢 他情商啊 我那个浪漫程度可能不太够吧 你还有浪漫程度 对 因为在结婚五年 纪念日的时候 我就想呢 买个戒指给他 让他来个惊喜 但是没想到 把那个戒指买回去以后 他居然说 我不该发这个钱 买这个东西 你是不应该发这个钱 我们是过日子的人 对对对 他天天躲在书房 你没意见啊 你不去骚扰他吧 给弄出来 有意见啊 那你做了什么举措了 反正就 他做得 做得非常的 让人觉得很伤心 他干嘛了 把你出售了 因为我 书不敢烧 那还行 因为我待在书房里面呢 有几件事情 必须得做 第一呢 就看看书 第二呢 平时因为我们 长期在外面 跑业务的话呢 就有很多那样的资料啊 需要回家进行整理 第三一个呢 我在那个书房里面呢 还养了一些花花草草的 有一天不知道 发什么神经啊 把我那几棚花 全部给我扔掉了 你的几棚花本身是 骑了个蛮以后 长那个城了 搞得家里长死了 你知道我 除了看书啊 做做作业的话 我就这几棚花 还是比较喜欢的 你可以把它扔了 你不是刻意伤我的心吗 你要说我那就是人的了 所以说那个主持人 你看啊 在这一方面 他不太理解我 是吧 这个文化上的差异 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是吧 你不能说文化上的差异 然后 你打住啊 当时谁追的谁 我追他 那会儿怎么没有文化差异呢 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人的智商是最低的嘛 没去想这个东西 这是其一嘛 其二的话呢 他那时候 就是还比较冷干 他有时候还弄点好饭好菜 可以吃一下 就这么稀里糊涂呗 行 这话他也说得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反正现在 我不喜欢了 不爱了 我就可以说 文化有差异 对吧 你这不厚道 你这不厚道 确实在这一块也是的 你说除了这个小事情以外 在教育方面的话 他跟我在这个思路方面 也不一样 说说你的思路 我们叫小孩子 和女孩子 成绩不是很好 现在已经进高中了 我就想呢 你现在进高中了 将来想要读一个双一流 是不是啊 你得想点办法了 所以我就想呢 你去搞一个体育生 学学武术 老师 我的关键来说 我不站着女孩子 去学武术 一个也很辛苦 女孩自己喜不喜欢 这是重点 你们俩别争 女儿也说不算喜欢 但是现在女儿呢 她觉得在我的疏导之下吧 她一想可能还想得开 学没学啊 学了啊 学了不就行了吗 你还说什么呀 不是 学的话在今年这个中考以后 我就想办法就找了一个 波兰省比较有名的那个武术大师 学太极的 我就拜了个师 加了五官块钱的学费 准备就三年的时间嘛 拿一个国家二级游乐园啊 国家一级游乐园啊 去个北体啊 五体啊 三体啊都可以的 哪知道她居然 把那个钱给要回来了 还跑到这个地方 跟人家大吵一架 弄得我现在这个小孩子 今天走这条路没办法 你还说这个事 本身我一开始我就不赞成 你还偷偷地背了我去教 再加上 要是女孩子 我还是那样反对 女孩子年纪也大了 我现在根本是 搞我女儿不赢 这是你的教育模式 有问题了 你搞赢她干什么 现在是叛逆期 她说什么 是什么呗 送着来呗 你老是捋了个道毛 四面楚歌 丈夫丈夫小书房 闺女闺女叛逆期 她把那个钱要回来以后 她去跟女儿 报个那个什么舞蹈吧 最后女儿女儿不愿意去 变得那个钱也废掉了 你说这是干啥事吧 除了这样 这个女人还有什么 让你不满意啊 是这样的 她老家是乡下的 经常性的呢 有那个乡下的亲戚啊 到厂上来找工作了 怎么的 你说你来两三天 已经无所谓了 你一说这个话 我就真来去 咋了 因为我们家 我本身是人类里面的 我乡下老是有亲戚啊 她老是也呢 看不起人的味道 那你这个不好 不是的 她主要是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呢 她叫老来 一住的时间呢 又很长 就论着我有时候 晚上的工作都没办法 把它做完 更想到你的工作呗 特别还有一个 最近就出了什么事啊 她那个亲戚啊 到我们 到我们家里来了 正好碰到我老爷子啊 就是我的父亲啊 他生病了 需要住院啊 做个小手术的 我当时就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有时间去 医院里看一下 或者是更有 跟时间更多的 陪一下 计划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这段时间 她一直跟我们闹嘛闹嘛 然后呢 找一段时间 不知道发了什么癫的话 她就跑到我书房里面 东蹈鼓西蹈鼓 就把我那个工作计划 日记本啊 包括我的银行卡 全都都蹈鼓出来了 她蹈鼓出来以后 她把我那个什么 那个计划书啊 就把它扔了 我做了一个计划 做了很长的时间了 这个东西我可能还好一点 关键是 她把我那个准备 启动的三十万块钱 也给取走了 你还说这个事 因为她的跟这条 我平均结婚 什么没看过 每个月这三千块钱 反正没有多给过 说就实话 因为这么长时间 老是他一回来 就在计划里面嘛 也不理我 自己感觉还是很委屈 说就实话 我就跑到他计划里面 查了他一些东西吧 然后就 绝对是那个银行卡 居然那个卡上面三十万 你居然还能猜出 他银行卡的密码啊 这个我掏就掏得去 生活了这么多年 猜也猜得出来是吧 对对对 当时一看他居然有 三十万的四方钱 那也不是四方钱吧 毕竟我是打算 拿出来创业的吧 你是为了这个家的 你再怎么样 我从来不知道 好好好 这个除了这次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把自己关在书房 不可能只有大姐一个人痛苦 你每天看到她 也自己超级痛苦 很无奈嘛 但是以我个人的价值观 我是一个不愿意 一直在痛苦的漩涡当中 持续地徘徊 而又过着 就是毫无天日的日子 我是绝对不允许 自己出现这样的事情 一旦出现了 哪怕我另一半 一旦有这样的迹象 我肯定会 对不起 我出来还不行吗 所以我想跟大姐说的 你不要有任何幻想 你也不要委屈自己 孩子也大了 你们俩还有几个 二十年呢 为什么不放过彼此 让自己的余生 平稳一点 让自己过着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 日子 好不好 我实在想不出来 怎么去撮合二位 抱歉啊 帮不到大家了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珊娜老师 大哥 您今天穿得这么整洁 您的所有的衣服 是谁洗的 大部分是她洗的 可口的饭菜 是谁做的 她做 所以能让您今天 过这么悠哉的生活 躲在您的世外桃源里面 享受一个人亲近的日子 为什么 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女人 在默默地支持和付出 然后到这个时候 您说 对不起 我不需要你这个佣人了 这十几年的婚姻 可不就是把它当成 本来就不是风华雪月 我们都是平凡世界的 凡夫俗子 我们吃着凡夫俗子的饭 穿着凡夫俗子的衣 谈着凡夫俗子的情感 挣着凡夫俗子的铜板 那些风华雪月 只是生活当中的点缀 并不能成为全部 我们 无防红堂真情六十年 这次呢 他叫我 来 请关门 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各位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 请见证 抱抱 其实你有的时候学学你老婆 其实人挺好的 人特直白 想要抱人就要抱一下 你自己在那儿虚尾巴拉的 你说 来来来 好好过日子 谢谢你们 来来来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来 我已经两颗心 一辈子不分离 不想确定日期